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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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教你的人放下武器 放下武器 快 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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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开我 你们 你 你们放下武器 姑母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 先不是我杀的 是她的女儿杀的 太平 在宫里 我就想告诉你 我的想法 你不听 现在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放开她 我从来不想做武则天 我只想获得跟我的能力 相匹配的 一个皇后应该有的荣华富贵 我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 和地位 我为此付出了太多 但是权力不允许我这样 她在慢慢地吞噬着我 多少年来 多少年来 噩梦一直在纠缠我的每一个夜晚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我告诉你 如果有来世的话 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农夫 跟你的哥哥一起 享受生活和爱情 放开我 我无法想象 这就是那个 在周岁时就紧紧抓住我的一脚不放的婴儿 他父亲说 贯穿他整个少年时期的宏伟志向 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 终日悬挂在太平姑妈的床头 以最迅纪的速度 斩获一切来犯的危险 成年之后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龙姬 龙姬 别说话 龙姬 你救了姑母一命 是你先救了我一命 否则我可能在沙漠里 充当 充当突厥王的猎物 连救您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小时候我就这样喂你 你也是这样子看着我 这一命 你已经成为一个大男人了 可看人的样子啊 依然没变 姑妈 别动 公子 龙姬 不要救了 这样一根一根的救 会累死你的 姑妈老了 您永远也不会老的 完美是没有年龄的 你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讨女人喜欢 请您不要把自己 当作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值得我 用生命去捍卫她的安全 姑妈 您是我对完美的全部想象 对我来说 你是大明宫里 最漂亮和谐的景色 我曾经发誓 用生命去呵护您的安全 我总想着有一天 龙姬 你长大了 我真替你高兴 也为我自己高兴 因为我没有辜负你父亲 对我的重托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在想 我要给你找一门 能令你终身受益的亲事 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情 不 不 不 我 不 我不要结婚 没有一个女人 能胜过 不胜 胜过您的 难道 你要跟姑妈生活一辈子吗 为什么不能啊 看咱们 无缘无故地弄得这么激动 你再睡一会儿吧 姑妈先出去 姑妈 姑妈 你哭了 你别哭 你再陪我待会儿 好吗 你这孩子 冤枉啊 进来 冤枉啊 进来啊 不许喊 进来啊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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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出来 放我走了 我母亲登基了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快走 等会儿 我要去换奢衣服 打扮打扮 快走 好 快走 走吧 快点 快走 快点快点 快走 快走 快 快拍一遍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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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意思了 你们装的可真像啊 起来起来起来 我赏丝绸五万尺 我 我赏丝绸五万尺 我赏丝绸五万尺 千回他只在我肋下划了个点 然后天天用木剑戳 要不我早就没命了 启禀林子王爷 说 所有叛党全部处死 但还差一个 谁 是太 太子 现在正在加紧查找 谁被处死了 韦家的叛党 这是谁的命令 是我的 姑母 是你的命令 为什么 谁给你的权利 大唐绿 大唐绿给我的权利 上面明文写着 谋反当战 朱连九族 龙姬 可是这里头 也有李家的亲人 你就这么无情吗 毒死我皇叔的 毒死我皇叔的 也是李家的人 他们罪先无情 行李不能成为 逃脱罪责的借口 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 先同您商量 会有一半的罪臣 都死不了了 姑母 慢点 姑母 我们来这儿 干什么呢 龙姬 我们来看看这把龙椅 你看 它没有人做的时候 是这么的精美 精工细作 不亚于一件真品 可当它有人做的时候 它就突然变作了繁殖欲网 及残酷的温床 你说得对龙姬 我经历了整个高宗时代 大周王朝 我亲眼目睹了 有多少人 为了这把龙椅 死无葬身之地 那其中包括我的三个哥哥 和众多姓氏的野心家 之后 又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亲生父母 坐在他上面黯淡地枯萎 我可以想想 现在又有多少人 在黑夜和白日的梦里 体验着坐在他上面的感受 我才仅仅活了五十年 现在新一轮的和韵 又降临在你这一辈人的头上 周而伏实 这是无法避免的 这是权力的法则 我们只有一把龙椅 不幸的是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 总有人注定为做梦付出代价 我厌倦了杀戮 厌倦了亲情的泯灭 厌倦了挚友的反目 我已经看够了 龙椅 你知道是什么支撑我活到今天吗 不是痊愈 是理想 我一直渴望 我有足够强大的声音 喝退那一切悲剧的庸者 这功力更需要宽容 需要和平和感情啊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父亲一个问题 奶奶 为什么总在连后坐着 甚至比祖父还高一个台阶 祖父不是皇帝吗 父亲说 你祖父 从来没有把坐的最高 看作自己的理想 他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皇帝 他更期待和平与感情 他懂得宽容 后来 奶奶就从后面走了出来 再后来 就有了你我所经历的血雨腥风 可是我父亲走的时候 却显得那么满足和平静 但在他身后是一个更加纷乱的朝廷 他是一位高尚的父亲和丈夫 却是一位失职的君主 他不懂得一个君主的职责 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美好的愿望 和满足自己心境的和平 他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使天下人都得到幸福 在这一点上 奶奶做得更成功 尽管她换得了冷酷的名声 姑母 皇室在某种意义上讲更需要冷酷 因为他们离这把椅子的距离太近了 从而更容易产生坐在上面的幻想 隆琴 你错了 我父亲的悲剧在于生性沉默 他没有很好地传播自己的理想 尽管他有这个能力 是谁在哭 是谁在哭 冲冲 饶了我吧 我要回家 我饿了 冲冲 冲冲 别杀我 你们别杀我 冲冲冲 我要回家 冲冲 冲冲 瞒住他 站住 站住 放开我 冲冲 我要回家 放了我吧 放开他 我回家 放开他 放开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你兄弟 可他是叛臣 是谋杀天子凶手的儿子 我回家 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谋杀 法律并不原谅无知 那就修改法律 人不能同法律一样的冰冷 姑母 有一天他会将复仇的剑架在您的脖子上 到那时候您会后悔的 有一天他会懂得复仇 但同时也会明白正义 放开他 姑母 你不能放他 你没有权力命令他 他现在还是太子 什么 难道我用生命所成全的 却是一个乳羞未干的儿皇帝吗 历史上上演了那么多的悲剧 您还没看够吗 那么多有理想有报复的大臣 在讨论朝物的同时 不得不留意皇上是否尿了裤子 这太可笑了 但这是规矩 也是大唐的律令 如果你那么看重他的话 这是最无聊透顶的规矩 他没有最起码的智力 他怎么能 可是他有你有我 有那么多理应爱护他 关心他的人 龙姬他不是罪臣 姑母 你会后悔的 等会儿 娘 你会是罪臣 姑娘 您要的秦王 她怎么在这儿 她不是 她怎么不能在这儿 今天幸亏了我在 否则这孩子就 您为什么这么做 你们怎么都问同样一个问题 这不是很简单吗 他与所发生的罪恶 并没有关联 可 可公主 您是不是真的糊涂了 让这么一个小孩子 去登基 姑妈 什么叫登基啊 他还只是个孩子 就是 他还只是个孩子 秦放哪儿 秦放哪儿 卖 公主什么时候登基 母亲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要叫我 您什么时候登基 你认为我应该登基吗 应该 不仅我这么认为 现在满朝的文武都这样期望 您两次将理性将商挽救于水火 您的勇气和智慧令敌人闻风丧胆 您君临天下的威望 事实上早已具有了一个君主的实质 您必须登基 这是众望所归 我一直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公主 你还犹豫什么呀 你觉得 李龙基怎么样 他毕竟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我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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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他总让我想起二哥贤 他虽不乏 敢作敢当的大丈夫气概 可是做事情纵欠沉稳 太锋芒毕露 而这恰恰是 大明宫禁忌的两点 好了 我们不谈这些了 其实我心里早有了决断 翠堤 来 我们弹琴 我们一起来弹琴 我 我不会啊 你会的 你小时候我教过你 我们弹长相授 这是你父亲最爱听的曲子 像你小时候那样 我教你 好 来 来 你来弹 王爷 您请 好 王爷 您没事吧 没事 是谁在谈情 禀王爷 是公主和崔天大将军 您先稍后 我到里面去禀报一声 等等 王爷 算了 不必了 不必跟他们讲说我来过了 是 公主 大唐英主明君就在您的身边 天天侍奉在您的左右 林姿王李隆基陛下 天生聪慧 英武非凡 为大唐的生死存亡立下了盖世功勋 更难能可贵的是 陛下仁义淳厚 挚爱亲情 是大唐英主明君难寻的可造之才 而且 刘大人 您错了 刘大人 您错了 刘大人 您错了 要说聪慧 英武 功勋卓著 而有仁义醇厚的 没有人能比得了太平公主 更难得的是公主身负重望 多年处理政务 精通国事 比当年的武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公主 您乃当今君主之选 怎么反倒把自己忘了 张大人 难道是在妖宠献媚吗 我想公主身名大义 公正无私 定不会轻易被几句田园蜜语所左右 天下刚刚从女皇制下脱身 又恰逢为后乱政 正是人心不安之时 公主绝对不会在此时逾越法度 惹动百姓及朝廷恐慌的 王大人的言语怎么如此迂腐可笑啊 女人不能当政的臣归陋席 已被武皇的辉煌政绩不攻自破 现在太平公主是皇室元老 是武皇第二代皇子的唯一幸存者 如果他不顺理成章地登基主政 那才是最大的破坏法度 说到法度 林子王为先帝瑞宗皇帝的亲子 此成赋业才是最合法度的 瑞宗已经自愿善位 而后要自贬为平民 按律他的子孙已与平民无异 使太平公主法外施恩 赐予其亲王称号 怎么有可能更进一步 君临天下呢 你们都不要吵了 你们口口声声地说到法度 怎么连最根本的法度给忘了呢 把太子请出来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我和李隆基不可能登基 否则只能引起朝廷的纷争 进而造成天下混乱 我们的资格都不具备 而李重茂是显的儿子 他已被册封为太子 具有最正统的名分 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 我想依照律志 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公主说得对 我们只能照章行事 别无选择 可是公主 李重茂乃为世所生 日后难免不会 只要我们以仁爱之心对待他 教育他 我想他不会恩将仇报 好了 你们都不要说了 我的主意已定 你们都下去吧 龙基 你怎么也走了 你认为我的决定怎么样 你已经做了决定了 我的态度已经不重要了 使我想不通的是 我出生入死奋斗来的 却是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 龙基 如果你出生入死只是为了江山重新兴礼 那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国不可一日无主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安定是秩序 李重茂登基 是按祖宗的规矩 是天经地义的纲场 你目前的状况很让我担心 让我联想起了当年的邪 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站住 龙基 我经历过无数次失望的打击 我再一次感到由衷的恐怖 你如果认为李重茂不合适 谁合适 是你吗 姑母 你错了 你要是真的想了解我的想法 那我就开诚不恭地告诉你 我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辅助我的父亲 凭他的睿智及财学 他早就应该成为大唐的君主 而不幸的是 他匆忙地被自己的母亲过早地判作弱点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 我对来自株连后面的生意 由衷的反感 而不幸的是 大唐的朝廷上又将回荡起这种声音 更令我心痛的是 您将成为这种声音的起源 我现在真的同您一样的恐惧 我没想到 我用全部身心崇拜的完美女性 跟她的母亲一样 有着垂怜的爱好 龙姬 你将来有一天会了解我的用心 我只是不知道 你对祖母的理解 会是如此的狭隘 我可以走了吗 你走吧 你以后还会来看我吗 会的姑母 我当然会来 您知道您在我心中的位置 并且有一天如果天下大乱 我还会为您出生入死 用我的生命来保卫您 其实我下午就来过这儿 那你为什么不进来 因为我听见您和崔将军弹琴 而且许牧很熟悉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 只同相爱的人引诵长相守 告辞了 你 好啊 你 你知道 这是什么曲子吗 这是长相守 将军 嗯 是啊 长相守 你说 什么人才弹这曲子啊 当然是情人了 这是一首爱情曲子 嗯 歌颂的是忠贞的爱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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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儿 都弹这首曲子 啊 没有啊 没有啊 这曲子可不属于五楼 我们这儿怎么能歌唱爱情呢 哎 真奇怪 今天有两个人点着这曲子 嗯 嗯 嗯 来人哪 嗯 来了 嗯 是谁 在谈长相守啊 嗯 嗯 是位将军 一来就点这个曲子 嗯 拿着 去告诉这位将军 嗯 就说 嗯 今儿晚上 啊 这首曲子 我包了 哎 好嘞 我说就过去啊 嗯 什么事啊 哎 将军 这曲子 您今天是听不来了 为什么 嗯 隔壁的客人 他包了这首曲子 按规矩 谁也不能弹这曲子了 那你告诉他 这曲子我今天听定了 另外 再找两个人过来 给我一起弹 嗯 得得我这儿就过去 弹 嗯 你好大的胆子 好嘴将军 龙姬 怎么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 我倒要问你 你凭什么谈它 你没有资格 错了 我恰恰是 我恰恰是最有资格听它的 嗯 龙姬你知道吗 我想听它 谈它 我等了整整二十年呢 二十年 你说什么 你 你听我说 再说 再说一遍 走进 我想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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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 啊 我们俩有多长时间没这么打架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打我 为什么 因为李重王 因为你我出生入死 换来的却是个儿皇帝 龙姬 你想登基吗 别说这个了 谁登基总比公主登基好 为什么 因为她是我姑母 她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女人 她不应该成为武则天 她也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 她应该登基 那才是最完美的 这就是你为什么坦长相守 对她是你心目中最完美的 对 她在我心目中不仅完美 她还是我的全部生命 全部思念 你根本就不能理解这种感情 龙姬 你永远不能理解 她在我心中藏了二十年 整整二十年 你懂吗 二十年哪 二十年哪 我 我怎么不理解 我怎么不理解 父亲 父亲 我发誓偿还你欠下太平的请战 你欠他的太多了 他因为你 而丧失了一生的幸福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万万岁 千圣上宣谷 登基大赵 和一班 可放啊 父母 不许哭 不许哭 你不许哭 就像咱们练好的那样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说完了就回家 不许哭了好吗 别哭了 快去 坐好 快去 息者 哲王授徒 息者 哲王授徒 上圣垂范 上圣垂范 监楚 二义奉宗庙 监楚 二义奉宗庙 总监拂以 宁邦国 总监拂以 宁邦国 择王济兴舟 危险 危险 泽王济兴舟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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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验驾了 把林姿王李龙姬拿下 是 走 在没有查明圣上死因之前 林姿王李龙姬不得出府 走 为什么 难道公主以为是我谋杀了圣上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不是我 不是我谋杀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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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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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呀 为什么 我 为什么 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我李龙基业生 光明正大 我只是实施阴谋的小人 我不服 我不服 谁在害我 谁 谁害我 害我 谁 谁害我 姑母 你错怪我了 王爷 有句话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我觉得这事蹊跷 明摆着这是在算计您 可您想想 朝中真正给您有厉害冲突的 都有谁呀 你 你什么意思 目前谁将成为大唐新的主子 而能想此殊荣的 无非是您 公主 以及太子 如今太子已经死了 您又被合理地软禁 这对谁有意呢 其实啊 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伎俩 我在宫里待了近四十年了 早就见怪不怪了 你是说 姑母在害我